豆皮切成大约2厘米宽的小条 清蒸菇去掉根部,撕成小朵 然后清水清洗干净,拧干水分 再用豆皮把清蒸菇打结 西红柿去皮切成小丁,放在碗中备用 再来切点葱姜蒜备用 锅中热油,油热之后放入肉末炒至变色 再加入一勺辣椒酱 葱姜蒜也加进去,翻炒出香味 再来调味 两勺生抽,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翻炒均匀 把西红柿也加进去,炒出汤汁 然后加入大约1000毫升左右的清水 大火煮开 然后转小火煮10分钟左右 煮开之后再把豆皮清蒸菇加进去 加入一勺半的盐,调味 煮两分钟左右 最后淋拌碗水淀粉,大火煮开 把汤汁收一收,撒适量的香菜就会关火 我们的豆皮清蒸菇浓汤就做好了 清蒸菇和豆皮入味特别好吃 汤汁浓郁,拌饭也是超级的下饭 冬天煮上一锅,保暖下饭 喜欢的可以试试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别忘记点击关注哦